有一位禅师 他身边有一个小和尚 他非常的忙碌 这个小和尚每天扫院子洗碗化缘 有一天他心中越做越烦恼 他就问师父 师父啊我这么累 没有修出什么成就 就这么一直修下去吗 这个禅师说 徒弟啊你把化缘的钵给我拿过来吧 你再帮我拿一些核桃过来 小和尚捧了一个钵 带着很多核桃进来了 放在碗里 钵马上就满了 老禅师说 你看这个钵已经被核桃全部弄满了 它已经不能再装进东西了 你看看还能装进什么呢 小和尚说 师父我不知道 老禅师说 你去把那个大米拿过来 结果拿了很多大米 就往这个玻璃边倒 结果碗里这个玻璃还能放很多 小和尚说 哦原来玻璃还没有满呢 来再拿些水 照样可以倒满 小和尚说 哇还能放水啊 师父满了 还能倒什么 嗯 拿盐过来 照样可以放进去 这个时候 小和尚说 师父啊 你是不是让我懂得几时间呢 他禅师说 不是啊 说着把这个钵 就是这个碗啊 整个倒空 倒空之后 他说 刚才这样 我们把它倒过来 再做一遍 我们先放盐 再放水 再放米 你看看核桃还能不能放进去啊 实际上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生命犹如一只碗 当你把人间的一切杂事 小事放在心中 你所有的大事 还能放得进你的心中吗 我们今天是学博人啊 我们心中拥有佛法 这些人间的杂事 烦恼 为什么还要将它放在心中呢 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一生最重要的 要做什么 生活要简单一点 因为我们要奔波劳累 我们把大事记得注意点 因为我们要红把度人 否则一辈子 我们会纠缠在油盐 降出彩米和人间的 今天草 明天闹的 纠纷的小问题上 浪费时间啊 台长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天天的烦恼 人间的事情 我们哪一天 能够修成 正过呀 有一些人 一生的失败当中 有一种失败 叫瞎忙 和浪费时间 所以台长 劝所有的学博人 不要浪费 你在人间 短暂的生命 跟不要浪费 在知道 将要后悔的事情上 我们一定要向前看 忘记过去 才能获得未来 佛性 不争不减 无得无失啊 我们一辈子得到了神啊 我们一辈子的病痛啊 有些人拼命的赚钱 实际上 他就在给自己 留下更多的遗产啊 一辈子用不完 就叫遗产啊 再大的房子 你最多 也只能住上百分之三十啊 而七十 那是浪费的 再好的汽车 里边功能载全 和手机一样 我们最多 也只能用到百分之三十啊 给自己太大的空间 会培养自己的惰性 所以要记住 人间一切不可得 想一想 我们来到人间 两手空空 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来到人间 什么都没有带来 所以不存在 我们失去什么 人来到世界 一切都是借来的 房子 妻子 儿子 离开的时候 我们全部要 归还这个世界 一样 也拿不走 记住了 天空的宽广 无与伦比 难而 我们学博人的心 可以比天空 还要宽广 学博人 要以一刻 宽容的心 包容的心 去处世待人 不能斤斤计较 佛家的慈悲 鲁家的仁慈 是解决人心不足 最好的良药啊 佛陀曾经说过 人活百岁 只有十年清闲 安乐时光 佛说 人命无常 恍惚不久 才受百岁 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人命无常 亦恍惚 很短 只有一百岁 佛陀说 获得不得百岁之中 也就是说 你得到了在人间的一切也好 你没有得到一切也好 不就是一百岁的时间吗 夜卧 除五十岁 除五十岁 佛陀讲的 晚上一辈子睡觉 会睡掉你 五十年 为婴儿时 除十岁 也就是说 在婴儿的时候 又稀里 懵懂不懂 不懂人间的一切事 又 去除十岁 病时 又 除十岁 也就是 一个人 当生病 一生 可能 一百岁 会 生掉 十年 迎忧家世 和于世 去除二十岁 也就是说 佛陀告诉我们 你担忧家世 和其他的一些人间的事 你又去除了二十年 所以 除二十岁 人寿百岁 才得十年 热耳 也就是说 一个人 就算你活一百岁 你只有十年 是快乐的 所以 有一句话叫 光阴四溅 流年四水 想一想 我们在座的 这么多的 朋友们 你们的年轻时代 还记得吗 你们过去的 这么多的年 你们称恨过 你们爱过 你们恨过 你们嫉妒过 这一切 在 哪里 所以 人要懂得 人生活着 要有价值 想一想 五十年后 我们这么多的人 你们在哪里 所以 学伯不为 人天福报 学伯为了 以后能够超脱六道 希望 所有的人 精进学佛 好好地修行 让我们 舍去人间的一切 等好好的修行 能够修到天上 极乐世界 进入四圣道 记住一句话 人间不可得 有本事的 五十年后 我们在天上 见